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国会针对中国的最新法案 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卡尔 以及工作组其他成员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在周二晚些时候推出了中国工作组法案 众议院麦卡尔表示 中国共产党的恶意行为构成待机威胁 需要采取紧急行动 再加大军事侵略将供应链武器化 厚颜无耻地攻击支持美国社会和全球繁荣的民主价值观的时候 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行为 中国工作组法案是一项全面的立法蓝图 包括一百三十七项法案 还有工作组建议的其他条款 其中有三分之二得到了两党支持 三分之一已经由众议院或者是参议院通过 法案包括对抗恶意影响法 推动美国在5G上的国际领导地位法 台湾保证法联合国透明问责法等 今天是我们向中国问责的另外一个里程碑 中国工作组法案的推出将有助于我们落实报告建议 有助于使我们国家更安全更自给自足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卡锡在声明中表示 他说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全面蓝图对遏制中国危险行为 和确保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突出地位至关重要 此外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星期二与民主党参议员莫克利 共同提出了二零二零年台湾关系加强法 以更新美国对台湾政策 希望反映既有现实并应对中国对台湾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 跨党派的法案将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包括设立跨部会台湾政策工作组 将美国派驻台湾的代表 升级到经过参议院确认的职位 成立一个美台文化交流基金会 要求行政当局提出台湾旅行法 执行进度报告 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要求行政当局采取策略 保证美国企业以及非政府实体不受中国政府威胁 并回应中国针对台湾所采取的锐实力活动 卢比奥表示不断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必须持续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他说他自豪地提出跨党派立法 法案将更新美国政策 以更好反映地区现实 并应对许多中国共产党对台湾以及美国国家 安全造成的挑战和威胁 这项法案内容大十六页 其中表示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 是美国与此前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双边关系的基石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自一九四九年以来 不间断地被不同政府分别治理 台湾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没有任何一个时间点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 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支持的一个中国原则 法案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单方面以非和平手段 决定台湾前途威胁与行动 包括直接使用武力军事胁迫 经济抵制禁运 以及在国际上孤立或者是吞并台湾 将破坏台湾海峡稳定 也是美国政府的严重关切 法案还说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影响力活动以及瑞士力行为 谋求在外交上破坏民主选出的台湾政府合法性 恫吓台湾人民 并迫使台湾外交关系伙伴抛弃它 此外法案也确定了几个禁止条文 在禁止破坏美国对台政策部分 法案写道国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共产党 强迫美国私人企业公司 以及非政府实体使用中国要求言辞形容台湾与中国关系 这是不能容忍的全球性的强迫政治审查行为 应该被视为视对所有民主以及自由社会的攻击 美国政府应该与这些企业公司以及非政府实体 拟定一个行为准则 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以及相关实体互动 在禁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主张部分 法案写道国会认为涉及台湾主权的议题 应该在台湾人民同意的前提下 以和平方式解决 美国的政策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 任何单方面设定统一台湾时间表的企图 关于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经台湾人民同意的主张 法案条例规定 没有任何美国政府部门或机构 可以在未经台湾人民同意 例如直接通过民主程序表达方式下 正式或非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目前被中国以间谍罪关押的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说 他在一九八九年后为中国国安部工作长达十年 先后在香港和华盛顿工作 然后才移居澳大利亚 根据路透社发表的专访报道 路透社记者亲眼看到杨恒均在二零一一年 写给他过去的导师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毅的一封信 而承认曾经为国安部工作是这封信的内容 尽管一直存在着有关这方面的猜测和传言 但是这是由杨恒均本人亲自承认首次披露 二零一九年一月杨恒均从纽约回中国 在广州入境时被逮捕 而今年十月中国检方向他提出的指控 是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 杨恒均在被捕后表示他是无辜的 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而路透社说冯崇毅之所以选择在现在公布这种信 可能是一种预防措施 以防法庭在审判杨恒均的过程中 散布有关他为另外一个国家做间谍的虚假信息 路透社没有办法通过独立渠道对有关情况加以确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十月十二日 证实杨恒均受到的指控是间谍罪 而北京的一家法院将在近期对案子进行审理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上周表示 澳大利亚没有看到任何支持杨恒均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而北京当局禁止杨恒均在北京的律师向外界谈论案子 路透社说这样的案件突出了杨恒均支持者的说法 认为这是习近平自从二零一六年以来压制自由派声音的动作 也是澳大利亚还有中国关系恶化的反应 杨恒均第一次被捕是在二零一一年 当时警方怀疑他参与煽动北京发生的一场持续时间很短的茉莉花革命运动 但是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干预下 杨恒均在三天后就获得了释放 但是在这一封给冯崇义的信中 杨恒均否认自己参与活动 他告诉警方从一九八九年以后他就在为中国国安部工作 信中还说在一九九二年开始他在为香港为国安部工作 直到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他又到了美国 杨恒均在香港期间的掩护身份是做旅行社生意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期间的身份是智库研究员 而冯崇义说信里面没有提到他在美国参与哪些具体的行动 杨恒均在二零一年接受广州警方审讯时 要求他们跟国安部联系确认他的身份 但同时表示他几年前就离开了国安部 所以他发表有关中国民主的文字并不需要得到批准 信中表示我的想法改变了 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爱国的方法 就是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 以实现民主现代化而不是当间谍 杨恒均在一九九年举家移民澳大利亚的时候 辞去了中国国安部的工作 并在二零二年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 而冯崇义是杨恒均在悉尼科技大学的博士导师 冯崇义表示杨恒均去年从美国回中国在广州被捕的原因 跟那个月兴起的全国打击外国干预活动有关 而路透社引用冯崇义的话说 二零一九年他被怀疑可能组织颜色革命 二零一九年杨恒均在美国纽约居住 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 在期间他还未需要购买美国产品的中国消费者 来提供小贩网购服务 冯崇义表示中国惩罚杨恒均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他发表批评中国践踏人权和推动中国向民主过渡的言论 杨恒均已经被中国关押了二十一个月 澳大利亚政府对他的状况表示关切 据报道过去几年他被戴上了手铐链链 曾经受到长时间审讯 也没有办法跟律师接触 也不能见到妻子 而他的妻子只能通过澳大利亚领事给他捎去简单的问候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NBC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美国非盈利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旗下的保障民主联盟 主席表示 我们现在正处于民主制度和专制政府制度的竞争中 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 并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与民主治理同样合法的体系 而这与美国的利益根本上是对立的 虽然中国政府官员否认正在干涉总统选举 但是他们也强调计划维护自己在全球舞台上的声誉 专家表示几十年来 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虚假信息的方法 在美国暗中散播分裂和阴谋论 而在互联网时代这已经转化为为支付特工通过社交媒体操纵舆论 中国的信息行动历来更注重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 中国希望确保全球其他国家认识到自己的地缘政治实力 为了做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建立所谓的话语权 塑造一种其政府模式优于民主政府结构的说法 专家表示目标是在海外发展更多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川普疏远东南亚政治和军事盟友时 并最终希望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 专家表示来自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官僚机构 更多的是为了鼓吹他们的观点 并说服世界各地的潜在受众 特别是在侨民社区 而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 中国人开始从俄罗斯的玩法中汲取灵感 专家表示他们一直在使用隐蔽和公开的策略来操纵舆论 包括直接的虚假信息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更愿意参与更加积极的影响力行动 包括一些我们会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的行动 比如中国特工创建了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 在推特还有类似的信息媒体中推送虚假信息 而在三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在推特上面反驳了这些传言 最终中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烟雾弹来误导影响美国人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七月 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表示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香港电台的最新报道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前教授许章润 连同几位中国内地的学者和艺术家发起联署 呼吁当局释放北京出版人耿潇南与她的丈夫 发起人包括贺卫芳张千帆 还有清华社会学系的教授郭于华等 他们认为耿潇南不仅是守法公民 也是一位急功好义不畏权势仗义直言的侠女 对于她被逮捕感到震撼 他们表示耿潇南直率感言 但是她的出版物都是烹饪少儿等书籍 没有敏感内容 罪行构成的条件是有害社会后果 但是没有给予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而当局刑事拘留和指控她则是严重滥权 连署信指出 最近耿潇南为许章润许志勇陈秋实等因言获罪人士发声 当局的真实动机是惩罚耿潇南的言论 因此强烈呼吁当局顾及宪法和法律尊严 立即恢复其人身自由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